关于万华茶室的业者 我们在进行辅导的时候 那在这边特别在做两点的说明 第一个是有关无证移工 无证移工在疫情最困难的时候 包括从万华专案到北农专案 到这个环南专案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事实上认为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都应该来筛检来接种疫苗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特色令 特色令的意思是说 你来接种疫苗 你来筛检 我们不会来把你抓起来 是这个概念 那是基于整个疫情的一个需要 全面性来进行 可是他现在跟 现在所谓的 我们的茶室业者要复业 能不能禁用 这是两件事 当然所有这些工作的部分 无证的移工 当然是不可以在我们的茶室业里面去工作的 这个违反了就业服务法 一旦查获的话 那会财罚雇主 15万以上 75万以下的滑缓 所以我特别要理清是说 没有所谓 特色令跟工作 这两者是完全是无关的 这是要个别来处理的 那第二个就是谈到说 这一次我们希望能够透过 宣导 辅导 然后能够来让整个万法的茶室业 在整个营运上就是希望能够导入一个正常化 正常化的意思就是说 你做什么样的商业登记 你就做什么样的商业行为 该违章就应该要拆除 能够正本清延 能够把这个地方的环境 能够让它整体提升 我想这才能够符合大家的期待 所以也希望说 我们跟业者之间充分的沟通 我们来提供相关的辅导 真正要能够成功还是必须要 业者本身一个自律的行为 所以如果能够透过自律 建立自律公约 那整个这些一起来努力的话 我相信才有办法把这些做好 我就是我们希望 这一次的这个副业 能够真正的公私协力 来达成这样的目标